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抑郊好 什么药 我自己配了一些药 希望能够起些作用 没用了 我也是医生 只是晚期 无药可救 这里的人 就像风里的蜡烛 一直只被吹灭 背上的灵魂 经过进化是会获得床上的 你可以的 他们在看着我 我能感觉到 谁 那些人 被我亲手折抛的人 俘虏 我不想让他们看着我 他们看着你 没关系别怕 因为你也救了同样多的人啊 等你病好了以后 他们就会走了 你 也不会小便 改变我 因为你也有没有想到 到你了 因为你也没有想到 你要相信 这场病只是上天给我们的考验 生命 本身就是考验 可是 我没有痛过 你会痛过的 只要你坚持 一定会的 旅团长已经放弃我们了 这一天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 人情迷茫版的人 最好全部死过 我们的地方 不是中国 也不是疾病 我也轻下去 可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下去 有些人在死 和小天的药 也许有效 我们可不需要 中国人的血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 活着 中小 南部 你俩的紧张 已经有个紧张 我们俩的紧张 你俩的紧张 怎么召秀 我一件事 我还是畅画的紧张 没想什么 你家里还有人吗 没了 那你爱人呢 因为我回国 离开了 你后悔了 安静 没人打扰 想喝茶喝茶 想看书看书 只要我的脚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心里就踏实 你踏实 那为什么我心里一点都不踏实呢 我现在特别慌 我感觉有事要发生了 外面太安静了 安静有点恐怖 你不觉得吗 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是李明前的黑暗 暴风雨前的平静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平静是最让人留恋的 你在想什么 我 我在想 如果老陆他们 他们真的出不来了 我就 我就给你走了 这样老陆他们一定会安心的 你 我替抗日前线的战事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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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了 外面就是街道 老盖临走前一直念的 那咱们一个都出不去 出不去就拉倒啊 可是现在地道挖通了 咱总不能这么一直耗着吧 现在外边闹热病死了这么多人 老陆也进去了 跟鬼子和热病人关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他还能活着吗 你想干什么 老李 你比我聪明 咱们再这么耗下去 这就是一般死期 不如在哪儿冲出去 杀他个痛快 来 喝口酒吧 这一盘棋 饱的就是一个酱 酱死了 兵已经全败了 杀再多的鬼子也没用 谁是家 啊 老陆在的时候咱们都听他的 现在老陆不在了 谁都甭装大个的 秋早是家 对 秋早是咱们的机会 现在地道也挖通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救出来 一块杀出去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救出来 我相信如果他总能知道 他也一定会高兴的 老陆还活着 老陆还活着 你说什么 老陆还活着 对 白大夫带着药进去救人 说不定 他们很快就会出来 你 听我一句叫 等 等老陆走出来 我们必须得把秋早救出去 你知道吗 热兵现在是他们的机会 老陆也还活着 我们不趁现在把他们救出去 还等什么时候 老陆 愣着干什么 愣着干什么 兄弟 说句话呀 等 我 我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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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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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我黑幕上 会死在 一个中国男人的怀里 你实在对不起 我已经尽力了 小爷要到了 老陆怎么样 还好 赶进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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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地道通了吗 通的不能再通了 哥几个 我有一个逃跑的计划 得大伙商量商量 地道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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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夜祥 三池信 黑暮沙 陆南边 他们都活着出来了 他们几乎已经痊愈 现在正在休养之中 真是顽强的生命啊 可惜本田中佐就没那么幸运了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祭奠在瘟疫中死去的本田中佐和士兵 我要安排一场 马路大和士兵的决斗 也向东京大本营有个交代 你起早一个计划 命令旅团内所有的高级军官必须到场 邀请本土 还有华北地区所有的记者 明白吗 我明白 请您一定发行 今晚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明天上为了迎接新宁 祭奠王陵 将有一场盛大的丁徽 而你们在生死场上的先行 就是宴会的开胃柴 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钟伯昌 老陆 咱该动手 回报军医 老李有人病了 想请白大夫过去 好 当然可以 那我在外面等你 白大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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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午 过夜再举办宴会 地道挖通了 哥几个商量一下 早走 早 我 不是 你什么意思 还跟你管得混上瘾呢 是吧 不是那意思 咱们要是走了 那这儿的战俘怎么办 好吧 一块儿再走 换个词 叫暴动 对 暴动 什么事情 明天早上 大伙一块儿从地洞走 然后我跟老李去救救走 咱们在城南的树莲里会合 完了吗 完了 这就是你的计划 对啊 不是 我们都走了 你们怎么办啊 我跟老李去救救秋草啊 然后跟你们会合呀 不是 你们两个人 能对付办成的鬼子 能了 这有啥不能啊 老陆 如果你要是死了 那我念英就不管你了 可是你现在还活着 那咱就得一起走 不是有你啥事啊 当初说好的 他们 一块儿到开屏板 现在到了没有 到了 这不行啊 到了以后就没大了 啥事了 剩下的事 就是共产党的事了 嗯 对 你们共产党的事 就不是我们的事 对 老陆 酒瓶子摆跟前的 不让喝一口 这事不够意思吗 这事本来就没意思 你答应我 扎鬼子就得带着我 我来告诉你 你不带我 我就跟着你 我带个屁 我们是去救秋草 不是去杀鬼子啊 好好好 我证明你 你是为我们考虑 可是不对 为什么呀 我们这些人跟你到这儿 就证明我们 不是为自己活着的人 你明白吗 行了啊 我呢 还是那句话 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 行了 话说完了 该干啥干啥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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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了 不是怎么算不了呢 怎么算不了 那你问老吕 老陆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大伙都听你的 这回你也听听我们的 我们两个人 杀出二龙山的时候 你问我 去哪儿 说我们俩是友军 我们走路就是合作 你没忘吧 你没忘吧 没有 你也已经扮成土匪头子 四处敛财 你没忘吧 没有 我们在山寨的时候 碰见白大夫给鬼子瞧病 你也没忘了 你也没忘了 我们大伙跟着你 从庆丰跑到开平 从山里倒到城里 大伙一路跟着你 拼命流血 这到头来 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就这么散了 合适吗 合适吗 老陆 我娘死那天 如果不是你 我念影也活不到今天 我这条命是被你拎回来的 别看我现在就剩下一只胳膊了 可要论打鬼子 那我绝不喊过 老陆 劲往一处使 血往一处流 你这句话是你说的 你没忘吧 你没忘吧 所以你听着 这条路 我走定了 在仓库里 鬼子是病人 现在出了仓库 鬼子还是鬼子 是敌人 你想想当时我为什么跟着你出来 我是为了想 想救人 你听着你说什么 撒 我跟老吕一个意思 你得给个说法 都找我要说法是吧 是啊 好啊 那说说 想邀个啥说法 入堂 入党 入中国共产党 我也要入党 我也一样 加入你们中国共产党 干你们党 才能干的事 这就是你们要的说法 是啊 都想好了 那待会儿 听听我的说法吧 我陆南边 大小是个孤儿 没爹娘 大字不识几歌 但是我为啥选了这条路呢 这条路又难走 又危险 这是因为 我在这条路上 看到了一个希望 一个能让大伙 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我 不知道这条路 我不知道这条路 大伙跟我一块儿走 最后还有几个人都活着 因为这条路太长 太难走 但是我坚信一点 咱们的血 不会外流 咱们的命 都会外丢 咱们的命 因为这条路 是救咱们中国的唯一处理 是能让老百姓 是能让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希望 如果大伙 愿意跟我走这条路的话 就请跟着我一块儿粘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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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持决党的纪律 坚持持决党的纪律 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 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胜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胜 事后不多了 我只会把我打扰 这是邱总和江津峰家的地形图 要找他邱总 全靠他了 鲁鲁 你告诉江津峰和邱总 就说老吕 英子 老白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八路军 我跟你 是他们的建设人 让他们告诉组织 给大伙留个名 来 咱开个党小组会议 讨论一下明天的作战计划 大哥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 报告 起来 什么事 林团长 你也要调离开平 这是我的申请调离报告 怎么 你是要调回十六师团吗 我告诉你 你的老部队 现在正在菲律宾肯干着呢 不 自从换兵之后 我感到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 我想回国休养 好 你们俩要调回本土休养 我同意了 不过 临走之前 我还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们俩 清知识 老陆从仓谷出来了 病好了 他们都安全了 李秀文来找我了 说日军明天要举行宴会 老陆他们要上盛司场 所以决定明天行动 明天就行动 李秀文说一切都安排好了 念英 吕布 白小天 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也入党了 那你考虑好了吗 我没有介绍人 我是预备当员 我能给你当见证人 好 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 老陆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李秀文没说那么多 他只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必须牢牢抓住 我们做的就是在这儿等待 等待他们来接应 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练习用枪 一方万一 那你办 我把明天行动的消息发出去 通知发出去 去弄点酒吧 另外再打点水 让他们洗洗脸 是 已经通知了江子峰和秋早 明天在住处等咱们接应 辛苦了 老李 老李 我的江海在吗 应该在 漂亮 老李 等明天出去了 我请你喝酒 如果死了 那咱们就下辈子 好 你们吃吧 我去准备一下 就你这事 好 你可不可以 我准备一下 你可不可以 你达到我 你不可以 自己的 我会知道 有点靠那个 那么大人 这是张欣赵的 妈,没事,我就是来看看 我要离开这里了 希望你以后大家保重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再见 江总 快点 老带着他去看医生 这小子浑身犯了 估计是那瘟病犯了 快走 快走 今年的五月份 港村宁次调动了三万人 还派出了特别挺进杀人队 包围了总部驻地 企图一举歼灭我们的首脑机关 左副他们长不幸牺牲了 这一次我们军分区 集中所有的部队贯彻上级指示 要把这次反扫当战斗 打得漂亮一些 我的同讯员警委员 全部下到战队联队 各单位只要是会开枪的 一律进入一线作战部队 明早六时 阳光部队进入正地 现在各单位在熟悉下作战方案 司令员 我们制定的方案是 独立旅行从三间房一带运回 配合769团 把日经连队引进我们的包围圈 报告 司令员政委 电报 嚷什么嚷 没看人开会的吗 是从开屏发过来的 鬼子的电台 嗯 啊 啊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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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吧 差遍了 七六九团一连 有八十七个兄弟 对慢慢说 暂时冒着风险的 万一叫鬼子发现了 发现了能早 他们今天还得留着我的 老李 咱是俘虏 不光草 要不是为了秋草 咱问贵的平民 所以明天 无论如何 得把秋草送出去 把面子争过来 不能让这帮兄弟白死 大人 大人 来 你也刷 给活人刷 明天上路 你可负 你 不 你 你 你 看 你 你 我 你 是游击战 明天是跟鬼子有朋友 所以明天 俘虏们有没有武器 是关键 我有数 甭管咱哥俩谁活着 有些事 永远没人知道 活着 是八路军的功臣 死了 是共产党的英雄